《寂寞空庭春雨晚》是由柠檬影业《柠檬月新》 浙江梦幻星生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吴锦园担任总导演刘凯威、郑爽、领贤主演的古装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肥沃斯存》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清盛祖人皇帝康熙与幻衣女琳琅关心虐恋故事 康熙、爱新觉罗玄业、刘凯威是大清朝第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神武的帝王之一 沙伐决断、冷面柔情 他是最成功的帝王 也是最孤独的寡人 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秦敖拜、二十九岁平三番 文采武略、睿智过人 这是康熙在世人眼中不可超越的耀眼履历 然而在多目的表象之下 只有少数人才关注他内心的伤口 父亲顺志在玄业八岁时出家 母亲在玄业十岁时顽固 连康熙自己也说 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成欢 除了把康熙一手带大的皇祖母是康熙真正的亲人 处处为皇帝着想 其他人从未停止对康熙的算计 朝堂众臣追名逐利 后宫三千争宠弄拳 都无一人能体会这个帝王内心深深的孤独 九年前 一场意外 康熙救下林郎 林郎在危难之中对自己不离不弃 康熙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被他触动 九年后 两人再次相遇 康熙不可自拔爱上他 康熙希望他也能爱上自己陪伴自己 与自己共度百年孤独 这是康熙生平第一次真正尚爱一个人 生平第一次放下身段去追求 生平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 为抗皇祖母孝庄之命 没想到也是生平第一次被拒绝 用情已深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林郎是自己最信任的好兄弟 容若的心上人 为林郎正爽事 梁妃阿布奈之女 长庆之妹 出臣淡然 与世无争 楚楚可怜 林郎出身贵重 自小被父母宠爱 本可以无忧无虑长大 父亲却被查出与傲拜勾结的证据 康熙下令绞杀傲拜余孽 阿布奈家被满门抄斩 林郎亲眼看着双亲 惨死在自己面前 逃亡之中被少年康熙所救 本约定好三天后相见 却被暗害失忆 失忆后 林郎以包衣奴才的身份 生活在纳兰府上 处处受到纳兰府其他下人的排挤 林郎因此养成了 小心谨慎 与世无争的性情 明珠屡屡想把林郎赶出那蓝府 都被荣弱阻止 林郎在荣弱的庇护和藤膝下长大 两人青梅竹马 感情堵深 但明珠容不下林郎 把林郎送进宫里的新这库 任其自生自灭 林郎本已为此生 就这样在深宫中寂寂而终 康熙的出现 扰乱了他的生活 而他与荣弱的重逢 也让他燃起了希望 林郎像是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 一步小心踏错就是粉身碎骨 即使是这样被命运捉弄着 林郎从未低头 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他 经历重重波折 林郎中看清自己心意 爱上康熙 然而此时 林郎恢复了戒意 一边是血海深仇 一边是痴心爱人 他该如何抉择 孝庄弥学士 玄业的皇祖母 大清后宫端庄大器 倾国不让须眉的典范 是这有开阔眼界和大智慧的女子 岁月的沉点使他有洞察的犀利 理智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威严 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清廷 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祖宗的基业能够世代相传 玄业爱上林郎 孝庄一开始是成全的 觉得不过是一个皇帝喜欢的人 然而他却顾错了玄业对林郎的用心 玄业竟然爱林郎 爱到了风魔的地步 明明知道他是来报仇的最臣之女 还容许他待在自己身边 孝庄害怕发生在弗林身上的事 在玄业身上重演 他不愿玄业重蹈福林与董阿飞的覆辙 更不能容忍一个小小女子毁了皇帝 毁了大清的江山 他不惜让皇帝许下今生 不得迎娶为林郎的绝情誓言 孝庄不是没有爱过 不是不知道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痛苦 但他知道既然身为帝王 注定了孤独是他的宿命 而他将与康熙共同承担这命运 康熙八年 敖拜被擒 声势浩大的余党 清脚随之开始 忠臣阿不奈受冤 遭受灭门之灾 年仅十岁的幼女两儿目睹全家被图 侥幸逃脱 逃亡路上偶遇少年康熙 两人在不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经历生死之劫 彼此留下深刻印象 更许下再次见面的约定 而后两儿 投奔表哥纳兰荣若 却意外失忆 荣若为保护两儿 为其改名为林郎 留在府中照顾 时光荏若 荣若与林郎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感情堵深 但纳兰明珠 忌惮林郎身份引来破坏 偷偷把她送入宫中为壁 林郎本以为 死生就这样在深宫中寂寂而终 康熙的出现 扰乱了她的生活 而她与荣若的重逢 也让她燃起了希望 康熙认出林郎就是 当年自己魂千孟宁的少女 千方百计要让她记起昔日约定 而荣若却暗中费尽心思 要带她远走高飞 一个是霸道帝王 一个是青梅竹马 两人交错的进攻和示爱 让林郎措手不及 左右为难 就在康熙对林郎情根深重之时 才发现林郎是好兄弟荣若的心上人 与忍痛得爱成全二人 却连番被命运捉弄一错再错 经历重重波折 林郎中看清自己心意爱上康熙 以为可以开始享受爱情的甜蜜 却在此时恢复了记忆 一边是血海深仇 一边是痴心爱人 林郎无法抉择 一直潜伏在宫中的亲哥哥 长庆此时现身相认 逼迫林郎为家族报仇 爱情还是亲情 仇恨还是原谅 康熙与林郎纠缠 出一段翡翠虐心的旷世情缘 1月30日 李小璐猜出两张 与爱女甜心的合影 一张照片中 母女二人嘟嘴 另一张照片中 则吐舌卖萌 成同步的表情 让网友直呼有爱 李小璐发文称 当了妈就成了精神分裂 我只喝喝 网友留言 早上好呀 两个小美女 那是被贾乃亮带的 遇上你们这样的爹妈 甜心内心是崩溃的 甜心 2012年10月23日 出生于北京 是演员贾乃亮与李小璐子女 2014年4月 甜心和爸爸贾乃亮一起 参加浙江卫视 推出了明星亲子 互动真人秀综艺节目 爸爸回来了第一季而成名 2015年3月 甜心和爸爸加了亮菜池参加 则将为此终于节目 爸爸回来了第二季 更受观众喜爱 1月25日晚 陈赫在微博中写道 今天才知道土鳖是一种昆虫 并用演员亮天的照片 为自己的微博文字配图 照片曝光后 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留言称 为什么配上亮天的图片 有说法吗 你是猪吗 这样的话 加上一个 演艺圈老前辈的图片 你这是侮辱 可以去告你诽谤的 26日早晨 陈赫便把这条微博删掉 发了一张猫咪懒洋洋的照片 傅文琛早起的表情